若是有读者已将手机升级为iPhone 12或13,不妨考虑VSmart的5G无线硬碟。 由于无计网络的下载,上传理想速度分别为1JBPS 10JBPS,延迟甚至仅有一毫秒,不仅有力将高画质影片、游戏内容及时备份,平常也能大大减少传输档案的时间。 而且这款硬碟最多可同时支援6台装置,不仅有力多次备份,还可透过网络将档案挪动至其他工具上,让不同系统的手机之间可以互通有无,有多装置需求者可考虑看看。 银件资讯是全球首家获得苹果官方认证的iPhone专用随身叠支品牌,并且持续不断创新,至今仍在全世界保有高比例的市占率。 而这款随身读卡机更走在潮流前端,其内部可置入MicroSD作为记忆体,容量可于32GB、RGB之间任意选择,备份完毕后还可直接更换新的记忆卡继续使用。 更棒的是随身叠搭在了四合一传输界面,除了Lightning Type-C之外,还有USB MicroSD等接头可用,亦可备份就是安卓手机、行车记录器及导航等设备之档案,泛用性所向披靡。 无线传输的储存设备最大的缺点在于体积,然而知名大厂3Disk竟克服万难,将连线晶片等零件尽可能压缩,做出这款体积与一般随身叠5亿的无线硬叠,不但方便随身携带,又可同时串联三台设备,交叉分享资源时将更便利。 虽然轻巧化设计时的储存容量受到限制,容量上限远比硬叠小,但用于备份手机上的图片档,影音档已经绰绰有余。 若是平常还有定期备份,转存至其他设备的习惯,基本上完全不需要担心空间不够用。 亚果元素虽然是相对年轻的品牌,但是也拥有许多老牌大厂没有的创意。 例如这款双头随身叠,除了有Lightning接头,也有USB-C双接头可用,不仅可用于最新款的iPad MacBook上,也能支援安卓手机、Windows之电脑设备,转移大量档案更方便。 此外,原厂提供的iClips App除了可编辑档案,也能发挥播放器功能,不仅支援多种影音格式,影片还可外挂字幕,并且当手机进行无线充电时,App还会自动把资料备份至随身叠中。 多种智慧功能加上MITMFI认证等光环,实在让人心动不已。 这款无线传输硬碟具备SSD的传输效率,更有6700mm之内建电池以及SD读卡机,不仅可在10小时内持续连接设备备份档案,也能为快要没电的装置充电,就连相机内的高画质影片也能透过读卡机快速备份。 虽然商品的定价相当昂贵,不过购入的同时也能顺便取得使用云端空间的权利,再不方便携带硬碟的场所,也能先将档案暂存至云端,返回室内后再将档案备份至硬碟上,单就功能性来说十分贴心。 与1998年成立的台湾品牌TEC不仅在本地拥有完整产线,近年更成为少数获得MFI认证的制造商之一。 旗下推出的iPhone随身叠采用苹果原厂的Lightning插头,传输晶片,硬体和软体之相容性可说傲视群雄。 尤其值得注目的特点是,原厂提供的APP之自动备份功能,不只局限于相簿中的影音档,也包括手机中的联络人,更有解压缩,压缩资料夹的功能,不论是清理内存或是换新手机都能派上用场。 中国随身叠制造商范翔所推出的F383,具备USB3.0以及Lightning两种输入界面,并结合高性能的Flash晶片,传输速度优于许多,同价位商品,尤其利于iOS智慧装置与桌垫,笔垫之间的档案分享。 而且随身叠本身的外壳可以180度转向,只要转换方向便能快速切换于两种界面之间,平时只要搭配随附的USB接头保护盖便能完全防沉。 而外壳尾部还有挂环设计,可将支档做掉式挂在手机,随身包上以便随时备份档案。 虽然时下应用软体大多直觉而容易操作,但仍有部分的人不熟悉找寻资料夹,对于转存档案常感到棘手。 因此iXpand 抵翻转叠针对照片、影片具备及差级备份的功能,随身叠与手机连接后就会自动下载,不需要进行任何设定。 对于长辈,3C不适者来说是非常友善的设计。有了iXpand不但能在收讯不好的状况下及时备份美好回忆,也能让手机尽快获得释放内存的机会,出外旅游也能尽情拍照、摄影。若是平日就有大量照相的需求,不妨优先考虑这款吧。 用随身叠备份资料固然方便,但遗失的风险也提升不少,因此Gigastone特别强化Lightning端的资安等级,让使用者可透过APP设定传输密码,避免重要资讯外流。 而原厂的专用APP除了可备份手机内的档案,也能支援热门社群网站、云端硬叠的资料备份。所有影音档均不需下载至内存即可直接开启。 甚至可透过AirPlay将影像同步至电视、电脑等设备上收看,想观赏剧情长片也能顺畅无比。 这款伸缩式随身叠完全不需装盖子,只要滑动本体中央的切换钮,便可伸出传输插头。 而其中的USB介面还可上线转换成Microspe,另可支援导航、行车记录器的档案备份,并且连接手机时还能现拍现存。 一来完全不需占用内存空间,二来也省下了备份的手续。 虽然USB2.0、Microspe都是相对过直的传输界面,但对于只重视容量与泛用性,不建议传输速度的人来说,或许是个不错的省钱方案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